曾经的摇滚明星 大家看这张图片是两年前窦维称作地铁的照片 这张呢是网友在微博赛出窦维的近照 不得不说啊 窦维一直是哥不在江湖 江湖却永远有哥的传说 连他上街吃碗面都能引起网友十万字的作文比赛 54岁的窦维又又又被拍到在苍蝇馆子里吃面 网友不再写小作文而是即兴填词 人潮人海中又见窦维 在沙县小吃优雅吃面 依旧不改豆腔本色 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窦维作为中国初代摇滚男神 他的故事要从1985年说起 那一年英国威猛乐队来到北京演出 当时人们从没听过那样的音乐 贝斯和鼓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 欲猎的音响混着人声简直摇摆舞台掀翻 当时观众席里有崔健 陈芳元等人 现场还有一个少年 他就是16岁的窦维 第一次听到了摇滚 完全热血沸腾了 原来音乐还可以这样振奋人心 从此他痴迷上了摇滚乐 杜维1969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 父亲是一名管乐手 母亲呢是机船厂的工人 杜维从小在父亲一岛下听音乐 听了不少名乐 培养了极好的乐感 1985年杜维考入职高 因为数理化太差 被调剂到精神病护理专业 接着他又考到北京青年轻音乐团 过着四处走穴的日子 唱崔健齐琴的歌也能赚到不少钱 那时候他一天能赚30块 耐克乔丹一带的鞋 99块一双 杜维收买就买 1988年的一次演出中遇到黑豹 那时候的黑豹极其无名 由于主唱丁武出走 19岁的杜维接替担任主唱 而且一手包办了黑豹的作品 杜维的音乐充满了对生命的思考 他成为黑豹乐队最突出的标志 无地自容 Don't break my heart 一系列高亢激烈的歌曲 都是中国摇滚乐的里程碑 一代人在他的歌声中寻找共鸣 那时候的杜维只有22岁 高晓松弹起杜维说 那时候我们永远只能给他们开场 杜维一上来全场就炸了 那时候小豆那个帅啊 反正都是我们又在开场 我们又在那个最差 因为水平 杜维上了 耶 就大家传唱 都起来了 杜维就拍 小豆那时候帅的呀 1991年 专辑黑豹已经面试就遭到红抢 正版卖了150万张 盗版更是有2000多万张 黑豹乐队迎来了商业价值的顶峰时刻 不过这已经跟杜维没什么关系了 因为他退出了黑豹 原因呢 各说不一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豆维与女友江青分手 和键盘手链树的女友王妃走到一块了 这引发了黑豹乐队的决裂 没有豆维的黑豹 像失去了灵魂 为了给黑豹留一条活路 离开时 豆维许下承诺 再也不唱无定自容 不过即便如此 后续再也没有谁能够复制 豆维那激烈高亢 令人听伴浑身站立的声线 离开黑豹 豆维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 组建了做梦乐队 风格呢 也从外放张扬 逐渐进入内心表达 可只持续了一年 豆维就减散了乐队 加入魔言文化 迎接一张黑梦洪空出世 跟何勇张楚 并称魔言三姐 这时候中国摇滚 也迎来了最为璀璨的时刻 1994年12月17日 香港红看体育馆坐无虚席 虽然何勇开唱之前放下豪言 四大天王是小丑 也就张学友会唱歌 但是演唱会当天 四大天王王妃 梅艳芳等人悉数到场 豆维短发黑衣 站在舞台上 沉浸地唱了一曲高级动物 他一个一个词 道出了恐怖的深刻 最后他问 幸福在哪里 可是没有人能帮他解答 尽管豆维唱错了歌词 张楚的吉他走音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台下癫狂的观众 体育馆规定只能坐着听歌 但这完全阻止不了上万名观众站起来挥手 嘶吼 甚至还有人裸奔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 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疯狂 演唱会结束 香港媒体连续三天投版报道 摇滚灵魂震撼湘江 魔言文化的负责人称 这场演唱会是新音乐的春天 可惜这场演唱会不仅是摇滚的春天 还是摇滚的秋天 在这之后 因为一句摇滚让他自生自灭吧 中国摇滚从巅峰跌落谷底 昨日繁花轻刻凌落 张楚忽然写不出歌 何勇被静演 豆维放弃了唱歌 魔言三杰留给人们的似乎只有一句 张楚死了 何勇疯了 豆维逞仙了的调侃 1995年夏天 一张王妃穿睡衣到谈雨的照片 登上各大报纸 照片已经曝光 整个香港都震惊了 舞台上万人追捧的天后 舞台下仙女下凡尘 我居大杂院到谈雨 1996年豆维与王妃奉死成婚 1997年王妃产下女儿斗镜头 并亲自填辞了一首执迷不悔 我并不在乎 这是错还是对 就算是深陷 我不顾一切 就算是执迷 我也执迷不悔 港媒评价说财富 容貌 财华 王妃选择了最后一个 生下女儿的童年 王妃发行了浮躁 由豆维操刀完成 这张专辑也被誉为 王妃专辑中的巅峰之作 王妃曾说 最喜欢的专辑是浮躁 而听过浮躁的人都会发现 这张专辑背后是满满一个豆维 虽然这张专辑当时销量并不火爆 却开阔了王妃 树敛了王妃 那之前她是唱容易受伤的女人的王静雯 那之后她才成了独一无二的王妃 有人说过如果没有遇到豆维 王妃很可能是个耀眼硬实的歌手 而无法成为一个时代的天后 我觉得王妃最有魅力的时候 是跟豆维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跟豆维在一起的时候 她眼睛冒动那种 那种灵光 我们称之为女王的灵光 所以最后通过豆维的点拨 王妃一下就明白了 最后就光芒万丈站在那边 1999年3月 王妃在东京开演唱会 现场演唱了豆维成名作 Don't break my heart 两个人一个歌唱一个打鼓 台下粉丝尖叫声不断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这进成了两人最后的合作 也是这一年 王妃撞见了豆维和高原的婚外情 随后两人正式离婚 事后豆维形容和王妃的婚姻 就是一场阴谋 你觉得之前的婚姻是一场阴谋 嗯 是 我完全活在别人的设计当中 2002年 豆维与高原登记结婚 8月生下女儿 2004年又秘密离婚 随后的几年 豆维远离了公众视线 也放弃了别人的眼光 出出专辑 给电影做点配乐 自给自足 生活低调而简单 骑小电驴出门溜弯 在小馆子吃闸账面 还被人拍到身体发福挤地铁 准备跟对方谈谈 可是等了三个小时都没有见到人 一怒之下 豆维放火上了爆射的汽车 然后站在一旁等警察 最终被罚了7000块 期间有一个女粉丝到看守所门口 为豆维拉横幅打气 这个举动让豆维注意到这个女生 后来成了她的第三任妻子 豆维对这个80后的妻子保护得很好 外界知之甚少 想必这次婚姻不再是阴谋 豆维的烧车事件不仅是一种泄愤 也是警告那些不断打扰她的媒体 她只想在尘埃里过简单的生活 不想活在人们以为光鲜的镜头里 如果豆维想要挣钱分分钟的事 当当导师开开演唱会 参加综艺节目就有人送钱过来 不论是摇滚界的先驱 还是天后王妃的前夫 每一个名头拿出来随便开一场直播 说两句谈及过往的言论 都能让她赚得盆满钵满 多少年前就知道 她挣钱 她只要开口唱歌 她就挣钱 她只要像你说的登台表演 她就挣钱 而且她身上你要照今天说 可供炒作的 点很多 点太多了 你说她要炒作个什么 你说她可以炒作的王妃 这个有她 王峰就永远别上头条了 豆维说过 如果有一天 我的音乐走到了尽头 我宁愿去扫大街 也不愿用以前的名声去混发 二十多年前 豆维很快 时代很慢 她是众星捧月的天之骄子 二十年后 豆维慢了 时代却快了 快的时代 人们需要更加刺激的东西 作为调味品 这种东西 曾经的豆维有 但是现在 却被她换成了 更加清汤寡水的实验音乐 2018年草莓音乐节 难得露面的 豆维表演一样精重 50分钟的演奏结束后 一句谢谢再见就泄了目 没有任何盘缓流念 三分之一个 这个世纪过去了 中国摇滚最璀璨的时刻 仍停留在1994年的鸿坎 跟豆维同时代的音乐人 也一个个变了样 豹家街43号乐队的主唱汪峰 成了当下最火的摇滚乐手 娶了张子怡 还做起了这波带火 以各种积极的姿态拥抱时代 摇滚教父崔健 现身跨年晚会 张楚则仍旧无可奈何地唱着姐姐 前妻王妃则成了电影主题曲专业户 只有豆维不顾世人眼光 坚持着自己的音乐 每年推出一张高妙玄虚的专辑 高晓松说他是一个 没有被时代改变的人 因为豆维音乐圈还能叫音乐圈 否则音乐圈只能叫娱乐圈了 豆维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家 一个脱了低级区别的音乐家 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是我在音乐圈里几十年来 我最最喜欢的人之一 也是整个行业 或者是整个社会吧 是没有被时代改变的人 豆维在娱乐圈的时间很短 1988年出道 1994年 一场空前盛大的香港红看演唱会后 他就逐渐淡出了观众视线 可短短六年的时间 他让很多人进了一辈子 这里是有所耳闻 如果大家喜欢 请订阅留言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